山脚下,最后一个村庄,静静地依偎着 村里住着一个憨厚朴实的年轻人名叫熊 今天是熊的生日 他在田里忙着种玉米欢快的鸟鸣 是他唯一的伴侣 突然一声急促地呼喊,打破了宁静 好友萨姆而气喘吁吁地跑来 焦急地把他拉到村边那道神秘的死亡屏障前 视线越过屏障熊,看见父亲倒在冰冷的地上一动不动 心如刀割,他立刻冲过去试图唤醒父亲 但一切都晚了,父亲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村里面闻讯赶来,纷纷前来安慰悲痛欲绝的熊 他们说节哀顺便人各有命 但这些话语并不能抚平熊心中的伤痛 熊将父亲小心翼翼地移回村里 村医检查后确认父亲是被毒蛇咬伤而亡 从此,熊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村子里 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田冷上,望着远方思念着父亲 他希望自己能够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 但孤独感却像影子一样时刻伴随着他 那一天夜里,月光下的山峰显得格外猙獰 仿佛众神正在山巅举行一场狂欢 熊躺在床上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父亲惨死的画面 和梦见了那条毒蛇蛇眼冰冷蛇牙闪烁着致命的光芒 仿佛在嘲笑他的无能 熊猛然惊醒,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他悄悄地收拾了一些行囊 来到父亲的墓前 将父亲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罐子里 然后他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村庄边缘的死亡屏障 熊你疯了,春衣拦住了他 那座山是禁地蛇王盘踞其中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熊没有理会春衣的劝告 天定地跨过了死亡屏障 消失在茫茫荒野之中 熊在茂密的森林里穿梭了整整一天 双脚磨出了水泡,喉咙干的像沙漠 他寻找着那条夺走父亲生命的毒蛇壳 森林太大了,蛇影却无处可寻 每当他看到一棵大树 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父亲慈祥的面容 父亲曾是他最坚强的后盾 是他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 如今父亲却永远地离开了 熊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愤怒 他发誓要为父亲报仇 一定要杀了那枪神 口渴难耐的,熊顺着小溪向上游走去 终于找到了一条清澈的小河 他趴在河边,痛快地喝了个饱 就在这时他看到不远处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 老妇人从腰间的葫芦里喝了一口酒 似乎一点也不在意熊的到来 喂,老妇人喊住了正准备离开的熊 熊们不惊心地回头看了一眼 我看你似乎有心事 老妇人眯起眼睛 是不是和那条蛇有关 熊一愣,没想到他会提起这件事 他点点头,你知道那条蛇 绿色的大概这么长 老妇人比划了一下 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 对,就是他雄激动起来 老妇人指了指远处的山峰 我见过他往那个方向去了 那条蛇可狡猾了 走路总是扭扭捏捏的 熊的心跳加速了 他知道我找他 他知道的可多了 老妇人一味深长地笑了笑 而且我听说他还吹嘘自己刚杀了一个人 熊的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惨状 怒火中伤 他突然意识到 或许这位老妇人知道些什么 多谢您了,老人家 熊深深地向老妇人鞠了一躬 然后转身朝山的方向走去 喂,老妇人再次喊出了熊 熊停下脚步 有些不耐烦地回过头 你这是要去送死吗 老妇人晃了晃 手中的酒活路 熊冷笑一声 我自己的事用不着你来管 别这么着急嘛,小伙子 老妇人慢悠悠地站起身 挡住了熊的去路 我可是个老江湖 对这片山林鸟如指掌 你一个人上山 无异于羊入虎口 熊打亮了一下这位老妇人 她虽然年迈 但眼神却异常锐利 她犹豫了一下 问道 你知道那条蛇? 当然 老妇人神秘一笑 不仅知道 我还知道一些 关于蛇和众神的故事 熊心中一动 你能告诉我 可以 但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老妇人伸出一根手指 什么条件? 你能让我跟着你? 老妇人说道 我虽然老了 但经验丰富 有我在你成功的几率会大很多 熊城寺片刻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那就走吧 小伙子 老妇人率先迈开步子 向着山顶走去 他们翻山越岭 穿过了一片又一片茂密的丛林 熊发现老妇人对这片山林的熟悉程度远超她的想象 她不仅知道哪些地方有危险 还知道哪些地方可以找到水源和食物 你知道吗? 这片山林里隐藏着许多秘密 老妇人一边走一边说道 蛇王和众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你父亲的死很可能只是这个古老故事中的一环 熊的心中充满了疑惑 但更多的是好奇 他迫切想知道这片山林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他肯定已经爬上去了 熊坚定地说道 随即和老妇人一起继续攀登 他们露宿在山腰的一块平地上 用随身携带的干粮裹腹 熊啃着硬邦邦的面包 而老妇人则依旧悠闲地喝着腰间瓶中的酒 清晨他们再次踏上了真城 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 眼前的景色也变得越来越壮阔 到了中午 他们终于爬上了山顶 吉木远眺整个山谷 尽收眼底 熊的村庄就坐落在山谷的深处 显得如此渺小 几间低矮的房屋散落其间 吹烟凉凉勾起了他无尽的思绪 世界上只有我们这个村庄吗? 熊忍不住问道 老妇人摇摇头不很久以前 这个世界上的村庄可多了去了 他们被人们称为城市 非常繁华热闹 那后来发生了熊好奇的追问 老妇人叹了口气 是人们的贪婪和欲望 最终导致了那些城市的毁灭 她仰头喝了一大口酒 似乎在回味着那些遥远的往事 孩子当你杀了那条蛇 你以为一切都会结束吗? 老妇人眼神深邃地看着熊 你真的认为自己会永远幸福吗? 熊坚定地回答 是的,只要杀了那条蛇 我就能为父亲报仇 就能过上平静的生活 老妇人只是微微一笑 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继续向山顶攀登 一路上翻山越岭 显向还生 终于他们来到了一个 雾漆缭绕的山谷 谷底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金属味 空气中似乎还夹杂着一丝血腥味 这里感觉不太对劲 熊皱着眉头说道 老妇人沉默不语 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熊突然发现泥土中散落着一些银色的碎片 它捡起一块仔细端下 这是什么? 老妇人接过碎片 放在眼前仔细看了看 这是古代兵器的一部分 古老的科学老妇人喃喃自语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失落的魔法 但它却比任何魔法都更有效 眼前的一切都超出了熊的认知 无数银色的机器 透明的玻璃管和巨大的金属塔楼拔地而起 仿佛一个失落文明的遗迹 这些东西是谁建造的? 熊感到无比震惊 老妇人微微笑 当然是神明了 他们曾经统治着这个世界 创造了无数奇迹 那他们为什么又消失了? 熊追问道 孩子所有的创造者 最终都会对自己的作品感到厌倦 老妇人意味深长地说道 就如同一个孩子玩腻了玩具一样 随着他们深入这座神秘的废墟 周围的景象变得越来越诡异 空中漂浮着奇特的符号和文字 远处传来阵阵金属的轰鸣声 原本普通的岩石变成了规则的六边形金属板 高大的树木则变成了扭曲的金体 突然一阵狂风席卷而来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金属气味 熊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机器内部 在废墟的中央处立着一个巨大的基座 上面放着一副造型奇特的眼镜 孩子来戴上这副眼镜 老妇人将眼镜递给熊眼神中透露出深邃的智慧 它能让你看清事物的本质 眼镜熊有些不解 我的视力一向很好 老妇人微微一笑 将眼镜轻轻地为熊戴上 刹那间熊的世界天翻地覆 她仿佛脱离了自己的身体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她看到了时间如一条长河缓缓流淌 空间如一张无边无际的网向四面八方延伸 物质不再是固定的实体 而是一团纠缠不锈的能量 她看到了世界的真相 万物皆由微小的粒子组成 这些粒子既是粒子又是波 它们在不断地运动变化 无时无刻不再创造着新的可能性 她看到了宇宙的宏大与复杂 看到了生命的渺小与脆弱 她明白了自己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 你看到了吗 老夫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这就是世界的真相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只是表象 真正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奇妙 熊沉默了许久 她才缓缓开口窝窝看到了 老夫人摘下了眼睛 那镜片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这玩意儿啊 她轻描淡写的说 31世纪的科技有点超前了 她将眼睛递给熊好好保管 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 熊接过眼镜 心中满是疑惑 她刚想追问老夫人却岔开了话题 对了 你刚才问我是谁 哈哈 这个问题哥有意思了 谁是任何人呢 也许我是你心中的一个梦 又或者我是你心底最深处的恐惧 他们继续上路翻山越岭 却始终没有找到蛇的踪迹 他一定已经爬到山顶了 熊坚定地说道 第二天清晨 他们站在山巅俯瞰着山下的村庄 曾经生机勃勃的村庄 此刻却显得死气沉沉 仿佛一座空城 为什么世界会变成这样 熊的心中充满了疑惑 老夫人看着远方眼神中闪过一丝忧伤 孩子是人类的贪婪和愚蠢 回了这个世界 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最先进的科技 就可以主宰一切 可他们忘了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用得好 可以造福人类 用不好就会带来毁灭 那他们都去哪了 熊指着天空问道 难道都去了天上 老夫人摇了摇头 这个问题恐怕谁也回答不了你 或许他们只是进入了另一个维度 又或许他们已经彻底消失了 他拍了拍熊的肩膀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回去了 熊再次想到了 他的父亲 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悲伤和愤怒 他想象着未来的日子 将会是多么的空虚和黑暗 没有欢声笑语 没有朋友陪伴 只有无尽的孤独 我一定要杀了那条蛇 熊握紧了拳头 眼中闪烁着仇恨的火焰 当他们终于找到蛇的巢穴时 眼前的一幕让熊震惊不已 一条血红色的河流 从山顶奔涌而下 染红了整个山谷 河水中漂浮着各种各样的财宝 金银 珠宝 权杖 王冠 一切都散发着血腥的气息 地面上布满了焦黑的痕迹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硫磺味 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这 这怎么回事 熊颤抖着问道 老妇人没有回答 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前方 在雪河的尽头 插着一把造型奇特的剑 剑笔上镶嵌着红紫金 三色宝石 剑刃寒光闪闪 仿佛能冬穿一切 这就是你用来杀死蛇的剑 老妇人缓缓说道 它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但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危险 熊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伸手抚摸剑身 剑身冰凉刺骨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剑中涌出 让它感到心机 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那柄巨剑拔出了地面 剑身一阵 顿时熊身上涌现出 无与伦比的力量 它挥舞着巨剑 一道道闪电 从剑间迸射而出 将大地劈得焦黑 紧接着成群结队的 蝗虫和黄蜂从剑中 飞出遮天蔽日 熊仰天长笑 它的声音响出了 整个山谷震而欲聋 这一刻 它感觉自己无所不能 它可以命令任何人任何事 村里的长老 神域者 恶霸 暴徒 都将匍匐在它的脚下 就连地狱的恶魔那条蛇 也无法逃脱它的追杀 熊疯狂地大笑 山峰在熊熊烈火 和耀眼的闪电中颤抖 它感受着力量 在体内奔涌 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快感 我将成为这个世界的王熊 狂吼到所有的人 都将臣服于我 它明白这把剑 赋予了它 无与伦比的力量 但也让它背负了 无尽的罪恶 它可以轻易地毁灭 这个世界 但它也将永远 被孤独和恐惧所包围 第二天清晨 熊和老夫人 默默地吃着干粮 熊忍不住开口问道 我们还要走多久 才能找到那条蛇 老夫人只是自顾自地 喝着酒 似乎并没有听到 她的问题 那个巢穴 不是已经空了吗 熊再次追问道 老夫人将酒壶 到了个底巢天 酒夜如同泉水一般 源源不断地流出 她抬起头 眼神深邃 孩子有些事情 不是你能理解的 熊被老夫人的神秘所吸引 她试探心地问道 你是神吗 老夫人哈哈大笑 我看起来像神吗 我只不过是一个 活了很久很久的 老太婆罢了 那神呢 他们去哪里了 熊追问道 都被那条蛇杀死了 老夫人语气平淡地说道 熊的心沉了下去 如果连神都无法战胜那条蛇 她又凭什么去对抗她呢 她停下来看着老夫人问道 既然神都被杀了 你又怎么认为我能打败她 老夫人沉默了一会儿 才欢欢说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拥有了眼镜和那把剑 这已经给了你足够的力量 而且我们还有几件东西需要收集 他们会帮助你 是什么东西 熊好奇地问道 就在这时 她的耳朵捕捉到了一阵 悦耳的音乐声 那音乐仿佛来自远方 又像是从她的心底升起 他们来到了一座 曾经热闹非凡的派对遗迹 空酒瓶破碎的视频散落一地 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繁华 这里发生过什么 还熊好奇地问道 老夫人眼神深脆淡淡地 吐出两个字 放纵 在一座古老而华丽的废墟中 他们发现了一个特殊的酒杯 杯声散发着隐隐光辉 杯中的液体金黄透明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就像最醇厚的枫绿酒 来吧 孩子 老夫人将酒杯递给熊喝下去 熊接过酒杯 有些犹豫 她不知道这酒里究竟藏了什么秘密 这是你战胜蛇的武器 老夫人神秘地说道 熊一隐而进 一股暖流 瞬间流变全身 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轻盈起来 仿佛可以飞上天去 老夫人突然抓住熊的手 将它拉入了一场狂热的舞蹈中 山巒在他们脚下旋转 色彩变得模糊不清 发生了什么熊惊呼道 老夫人放声大笑 这就是放纵敬情享受吧孩子 熊和老夫人在月色下疯狂的舞动 他们仿佛融入了这片废墟 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突然熊不在执着于父亲蛇和村庄 她跟在老夫人陷入了一种虚无的迷茫中 如果一切都没有意义呢 老夫人唱的声音中透着一丝疯狂 谁会在乎呢 谁会在乎呢 熊重复着仿佛在自言自语 悲剧不断上演 生命终将消逝 这世界不过是一场荒诞的闹剧 她看清了世界的真相 没有所谓的救赎 也没有永恒的意义 一切都是一场痛苦的轮回 连痛苦本身都变得微不足道 她意识到上帝或许只是个恶作剧的孩子 在玩弄着整个世界 他们来到悬崖边 随着音乐的节奏 一起跳起了疯狂的舞蹈 星星在夜空中旋转 仿佛在为他们的狂欢伴奏 山谷回荡着他们的笑声 他们肆意地嘲笑着这个世界 却他妈的熊的心中 只剩下无尽的嘲讽 他们跳了一夜 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 熊醒来时 头痛欲裂 嘴里满是苦涩 老夫人已经坐在那里 悠闲地抽着烟斗 一切都还好吗 她问 嗯 熊度量者 似乎还沉浸在之前的狂欢中 跳舞真的有必要吗 她问 语气中带着一丝疲惫 女人笑了 当然有必要 这能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来吧 我们现在很接近了 那枪蛇不可能一直躲藏下去 除非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否则我哪也不去 熊突然提高了音量 精神在哪里 蛇在哪里 你又是谁 女人看了她一眼 似乎有些无奈 好不好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她转身朝前走去 熊紧追其后 现在是哪一年 女人突然问到 嗯 326年熊回答道 根据你们的立法是这样 但根据我们的立法 现在已经是98世纪了 她顿了顿继续说道 你的祖先们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明 他们变得非常强大 非常聪明 那些东西 眼镜 见酒杯 都是他们留下的遗物 遗物 凶感到有些困惑 是的 遗物 女人微微一笑 我会让你看看他们真正的力量 不熊 大喊一声 不要再玩了 告诉我一切 女人突然停了下来 她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好吧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看她指着远方 声音中带着一丝嘲讽 你之所以这么做 仅仅是因为你认为 你杀了自己的父亲 她问你要什么生日礼物 你说一块陨石 为了满足你的愿望 她甚至不惜越过死亡的屏障 这就是她死亡的真正原因 所以不要再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了 熊沉默了片刻 然后轻声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 女人微微一笑 因为我比你想象中更了解你 我一直在试图帮助你 所以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熊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收拾好行囊 他们继续前进 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下面的村庄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高耸的山峰近在咫尺 他们转过一个弯 突然看到了一排巨大的肖像 那些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后 他们的画像 庄严而威严 仿佛在俯瞰着世间万物 他们继续向前映入眼帘的肖像 彻底颠覆了熊的认知 画面中战争与统治交织 钢铁与巨构冲天而起 人类文明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些景象对于成为涉足过历史的熊来说 无疑是震撼的 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战争中丧生 整个国家化为废墟 那些曾经伟大的文明 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 如今都以化作尘埃 如同梦境般虚幻 人类曾为了抵御宇宙的威胁 为了对抗内心的黑暗 而付出过巨大的牺牲 他们曾一步步走向繁荣 却又一步步走向衰落 就像一个盘山学步的孩子 人类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跌倒 又不断爬起 然而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沉睡 选择了遗忘 他们就像被哄睡的孩子 在摇篮中沉入了永恒的梦乡 衰落 野蛮毁灭 人类文明周而复始地经历着这些轮回 前方一具残破的盔甲映入眼帘 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 看那里 老妇人直向远去 只要你穿上这套盔甲 你就能获得近乎永恒的生命 你可以活上几千年甚至更久 这套盔甲将成为你对抗那条蛇最坚固的盾牌 盔甲穿在身上 竟如量身定制一般 合身 还有一件东西 老妇人从披肩上取下一条项链 项链上挂着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 正是熊的父亲 他将项链轻轻地戴在熊的脖子上 为了纪念你的父亲 他说道 这是你战胜蛇的动力 那一刻熊觉得自己终于做好了准备 从踏上这段真诚的那一刻起 他就一直为此人努力 他知道前方还有一段艰险的路要走 山峰就在不远处 像一座孤岛 出力在狂风咒语中 蛇就盘踞在山峰的顶端 背对着熊静静地服侍着脚下的荒野 随心所欲吧 老妇人的声音在风中飘荡 仿佛来自远古 戴上心神眼镜 熊的视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看清了蛇的本质 一颗漆黑冰冷的心 一颗狡诈阴险的心 以及对人类无尽的蔑视 熊翔无声息地接近着 他的心跳加速 双眼圆针 紧握着父亲留下的锁链 就在这时 他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身影 他想起父亲的死 想起生命的无常 他闭上双眼 仰天长啸 用尽全身的力气 挥下了手中的剑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滑破了雨幕 回荡在整个山谷 当他睁开双眼时 蛇已经不见了 他去哪了 熊急切地问道 你看见他了吗 老夫人摇摇头 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 因为他根本就不存在 雨越下越大 仿佛要将一切冲刷干净 熊站在雨中 身劈盔甲陷入了沉思 你真的以为 有一条邪恶的蛇 在山上 给村里带来死亡和痛苦吗 老夫人带着嘲讽的语气 问道 你真的这么简单吗 你以为世界上 所有糟糕的事情 都只有一个原因 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天哪 你们这些人类 你们拥有的一切 却总是不知足 就像住在豪华宫殿里的人 却执着于一块破砖 然后把整个宫殿 复制一具 我给了你一切 无尽的食物 无尽的生命 你却依旧痛苦不堪 你知道当一个神 有多难吗 我甚至愿意放弃神的力量 只为了能像你们一样 什么都不懂 就在这时 天空中出现了一座 闪耀着光芒的半透明建筑 充满了科技感和未来感 你的祖先们曾拥有过一切 老夫人缓缓说道 财富 知识 力量 他们应有尽有 然而他们依然感到痛苦 那条蛇代表着痛苦 混乱和死亡 始终盘旋在他们的心头 他们试图用知识驱逐他 用力量毁灭他 用享乐麻痹自己 用长寿逃避他 甚至想方设法互相依偎 眼镜 剑酒杯 盔甲项链 这些都是他们追求幸福的工具 却始终无法填满他们内心的空虚 他们翻山越岭 探索未知 却始终找不到那条蛇的踪迹 他们以为蛇躲在了更高的地方 于是不断攀登 却发现除了无尽的宇宙 什么都没有 最终新神们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 只剩下我 你的种族也逐渐消亡 只有你们这个小小的村庄 还保留着古老的生活方式 我让你们留在这里 只是为了纪念曾经辉煌的文明 我很遗憾你的父亲离开了 我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 但我希望你能明白生命是有限的 可是下面还有整个村庄在等着你 他们爱你 老妇人说道 你却在这里对着山峰发泄 这个世界很复杂 坏事发生的理由多种多样 没有所谓的蛇 巫婆或邪恶的天才 世上没有永远美好的时刻 也没有永不受伤的人 真正的力量在于直面困难 直视深渊 就像直视那条蛇的眼睛一样 然后依然选择做个好人 即使面对无尽的未知 恶意的存在 以及终将到来的离别 你也要坚持下去 因为现在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抱怨上 她从熊的包里拿出一个果酱罐 递给她再见了 老妇人把手搭在熊的肩膀上 眼中满是慈爱和鼓励 熊缓缓打开果酱罐 一阵风吹过 将父亲的骨灰撒上山间 在夕阳的余晖中 那些骨灰 如同一颗颗微小的流星 划过天际 最终回归大地 你的种族曾经也是我的种族 老妇人望着远方 亲身说道 我们或许是宇宙中 唯一对幸福过敏的生物 她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很久以前我们曾统治过银河系 却依旧为了一些琐事 争吵不休 比如谁多吃了一勺冰淇淋 我们总是试图掩盖 自己来自尘土的事实 执着于虚无缥缈的天堂 却忽略了生命的美好 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知道一切 然后就会没事了 我们会杀死一切 然后就会没事了 我们会忘记一切 然后就会没事了 我们会永远活着 然后就会没事了 我们会紧紧抓住所有人 然后就会没事了 可是即使这样 我们还是不快乐 老妇人摇了摇头 因为这根本不是游戏的规则 回家吧孩子 别想着成为英雄 圣人或战士 只要平平凡凡地活着 做一个体面的人就足够了 一直都是这样 他停顿了一下 嘿 你想要那些眼镜剑酒杯和盔甲吗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统治世界 熊坚定地摇了摇头 这是个明智的选择 老妇人欣慰地笑了 我是村里第一个 上山对付蛇的人吗 熊问道 当然不是的 老妇人慈祥地笑了笑 村里的每个人都来过这里 一个接一个 不过给了他们同样的选择 他们也都回去了 包括你的父亲 他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天啊 你父亲当年也问过我很多深奥的问题 看来你继承了他的好奇心 你是最后一个上山的人了 所以回家吧 做个普通人就好 宇宙并不会在意你的存在 但你的村庄 你的家人 还有我 我们都很在乎你 他拍了拍熊的肩膀 记得你爸爸 他一直深爱你 随时都可以来这里 我们可以一起回忆他 熊摘下眼镜 脱去盔甲 放下酒杯 最后将剑插回剑翘 他犹豫了一下问道 我可以留着这条项链吗 当然可以 老夫人微笑着点头 记忆也会永远属于你 随着一阵微风拂过 笼罩着山间的灰烬 逐渐散去 天空重新恢复了晴朗 熊转身沿着山路 缓缓下山 朝着村庄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段并不艰难的路程 但熊却并不急于赶路 他决定放慢脚步 好好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